为了让民众欣赏到难得的艺术创作 文化区虎山艺术馆特别邀请到艺术家黄当喜 前来举办雕塑各展 黄当喜1972年生于南投积极镇 现担任雕塑家于登泉老师助手 曾获得第49届重部美展第一名 第52届南美展雕塑部第一名 第24届大敦美展第三名 从事雕塑创作30年获奖无数 雕塑创作经历相当丰富 我这一次展示主题是心灵心情 因为每一件作品都有一个故事 也把那种心情反映 情感反映在作品上面 像我早期是做 刚刚学是做少女系列 看起来都是比较内念的 然后自从我养宠物之后 我把作品里面 把一些动物把它融入里面 让整体上面更丰富 然后宠物对我其实影响算是蛮大的 我作品中有三件作品 是我自己教养过的狗 这样子 我比较希望说在市场 其实作品是我自己本身的向往 而希望说名状看我作品 能够勾起它以前的记忆 我觉得生命就是很短暂 遇到的事情都有一个情感 让你肯要它的把握住 把握住跟不管是东西还是家人的情感 的联系这样子 官方表示 艺术家黄当喜身为雕塑创作者 常以旁人的视角观看 用眼睛记录人来人往的景象 或是自身经历 奔用柔性氛围 以具深厚思念情感的故事性为题材 以多元化创作风格 无特别划分时间阶段性的表现技巧 整性无时无刻一直转动着的情绪思维 我这一件作品名称叫做《舞动乐》 因为舞动其实它是一种心理对赌的那种状态 因为这件作品我在做的时候非常开心 然后这件作品要参加那个 加一个一项比赛 我记得我那一天就花一天的时间 到嘉义市去逛一整天 然后发现他们的民情跟艺文人文都很丰富 我那天到他们嘉义市《舞动乐集》 他们正好是在办那个国际管乐节的活动 正好这个主题就从看管乐节完之后 回到家想要做这种风格 官方表示 创作者的作品也勾勒出观赏者 存放在心里已久的感动 短暂泄构心灵最深处 将内心高低起伏 奔放的思绪 或者是自我矛盾者的忧愁 刻画短短数秒美丽场景 记录着人文明晴 生活百态 而灵感来自于生活的每一份情感 映照而出的风景成为了最美的回忆 只是整齐从即日起到6月5号为止 欢迎民众踊跃前往参观 来一趟难得的艺术饗宴 记者才是其中心幸村采访报道